李文在5日离开人世 消息也直接震惊整个演艺圈 也让不少粉丝开始回忆起他过去的作品 同时还有网友发现 人美心善的李文在7年前 曾一口气帮老人卖掉20多万斤的橘子 当时李文在中国录制节目 偶然得知有70多岁的老人在寒冷天气里 还要冒着大学在路边卖橘子 李文便马上委托妈妈姐姐钱去购买 一口气买了数十袋橘子 就是想让老人顺利回老家过年 当时受到李文帮助的老人今年83岁 他得知李文过世后 也难过表示当时李文不仅帮他卖 还帮村里销售掉20多万斤的橘子 同时也买了4箱补品2件棉衣 送几千块钱希望他们度过寒冬 让老人至今的感动表示 记得他的恩情我感谢他 对李文离世的消息也感到相当错愕难过